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這是抗療酸 長期服用 還有抗療藥 還有抗膽固醇 不夠錢看 兩千元醫療券用完 就要自己銀河包 不是香港政府給你 是用我的醫療券 我儲了醫療券四五千元 一次八百元 十次八千元 看十次 只能夠看十個月 我數了八千元 只能看十個月 我怎麼看下去 突然間青光眼 眼光流眼水 馬上要找精科來看 我評估了一下 我到廣州看 我馬上可以解決問題 一個禮拜內 和我全部醫好了 那我怎麼辦 在香港根本 在香港根本 除了你去養和醫院 幾萬元一晚 在九龍醫院 在九龍醫院 約了我看 那個睡眠特色症 是要排到2024年 4月6日 才能夠看 今天是2021年 要排到2024年 要排到2024年 4月6日才能夠看 看第一次 是啊 你說 那天我跟醫生說 我的命已經到不到2024年 他自己都苦笑 因為我吃藥 如果我回到廣州 他開一些藥給我 不是香港的藥 我有顧慮 因為我習慣吃那種藥 譬如說 在大陸也沒有的 那種藥 必然是開國內的藥 我不是說國內的藥不行 而是我再吃其他的藥 我怕有其他的反應不好 所以很重要 一個看病的錢 第二 藥物 可不可以 貼近香港的藥物 那你覺得他的建議都是好的 當然是好 遲來 做多就是遲來即春天 為什麼好 當然好 為什麼不好 可以看香港政府的費用 醫療費用 可以接大灣區 為什麼不好 全世界都說好 所以你們住在內地的香港人 有什麼好處 叫萬歲 如果可以這樣放開 你可以選三個醫院 不要找私家醫院 第一人民醫院 省人民醫院 枝海市第一人民醫院 中山市第一人民醫院 你們這些國家不會敲拆勒索的 是嗎 可行 會有什麼應該要注意 或者考慮的地方 呢 確實經過我們這麼多年 在大灣區的服務 我們都看到 內地港人 很著重 就是怎樣享受到 本身的醫療 的政府 所以其實 如果說 有一個在內地購買服務 的話 我們覺得是歡迎的 起碼來說 就說 人不用周居勞頓 能夠回到香港這方面 三個月半天 來覆診 第二個 我們要關注 究竟現在 有關他的病歷 就是醫健通 是不是真的可以去過河呢 因為到現在 在深圳港大醫院的支援服務計劃 都是部分病歷 是可以當地的醫生提到的 如果不能夠充分的 醫健通過河的話 如果是進一步擴大到 內地港人 在其他內地的醫院的使用服務的話 我們覺得 對病人權益這方面 我們是很有懷疑的 另一個 我們很希望的就是 在那個費用那方面 在節算那方面 以及在那個便利性 登記的便利這方面 都是希望 有班當局能夠一平去行